从来来吃美妆帝国的大瓜了 这回我要讲的是欧莱雅家族 你们知道现在的世界女首富是谁吗 答案就是这位欧莱雅集团的女掌门 弗朗索瓦斯 她身价将近880亿美元 特别低调的世界最有钱女人 跟其他豪门什么尔虞我诈 九子夺迪的争夺不同 欧莱雅的背后这家三代一脉相承 按理说没有兄弟姐妹 本不该为了继承权撕起来的 然而这个女首富弗朗索瓦斯 和她妈妈莉莉亚娜 母女两个人居然为了一个男人 吵了十多年 吃得全世界都知道 虽然法国政坛不少关键人物 都在母女俩这场斗争中 被抖落出来的边角料 骨鞋的瑟瑟发抖 首先欧莱雅这个牌子 大伙肯定不陌生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品牌的发家史 创始人欧人舒莱尔 在1907年发明出了染发剂 然后从此创业 到了1939年 公司正式改名为欧莱雅 这舒莱尔就一个闺女 就是莉莉亚娜啊 父亲去世之后呢 莉莉亚娜就接管了公司 欧莱雅也是在她手里边 迎来了飞速的发展 收购了不少牌子 就你走进商场一楼啊 能看到那些护肤品品牌 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 莉莉亚娜25岁那年呢 和政治家安德烈贝当古结婚了啊 两伙子日子过得还挺美满的 结婚57年 经常一块现身法国社交圈 但是吧 他俩唯一的闺女 富老索瓦斯 就跟爹妈性格一点都不一样 这个闺女啊 特别喜欢在家宅着 现在的话讲呢 就是一人父母 二人小孩啊 到了闺女十几岁的时候啊 母女俩就开始经常起冲突 甚至有点互相看不顺眼了 母亲莉莉亚娜呢 就挺烦啊 女儿这个性格的 他还曾经说过啊 说觉得女儿太闷啊 跟不上我的节奏 但是甭管咋说吧 反正前几十年呢 这个顶级富豪家族啊 没有闹过什么幺蛾子啊 然而呢 到了2007年 一切都变了 这一年呢 莉莉亚娜的丈夫 也就是富朗苏瓦斯的父亲 安德烈被当鼓去世了 这老头是11月份走的 12月份 富朗苏瓦斯就一直诉账 把他妈的男朋友给告了啊 他就指控呢 60岁的法国摄影师巴尼耶 利用母亲的情感 侵吞母亲的财产 当时啊 这官司一出来啊 全世界哗然 富朗苏瓦斯要告的这个巴尼耶呢 可比他妈小25岁 而且这人呢 在摄影界还挺有名的啊 这个巴尼耶呢 我多说两句 有名归有名 但是吧 他不完全是靠作品啊 有一部分呢 是因为和上流社会成员的这个友谊啊 比如说跟这个画家达利 在酒店套房里面讨论艺术啊 和最具影响力的女艺术家 玛丽·洛阿耶成为好朋友 嗯 在我看来呢 他跟上是一个娇气草 这巴尼耶呢 和莉莉亚娜呢 是拍杂志认识的 两个说了之后 就成了至交了啊 纵横商场的莉莉亚娜 甚至还给巴尼耶写过信 他说呢 和你在一起 我就像一个母亲 一个爱人 所以啊 为了支持这个好大儿的艺术人生呢 莉莉亚娜真没少砸钱 不光为了举办摄影展 还把自己收藏了 毕加索的名家的话 总共十二幅都送给他了 他给他买了巨额的保险 砸起他发算下来 差不多送了这个老小子十亿欧元 还面对富婆砸下来的礼物 这个巴尼耶是咋回应的呢 他说啊 是莉莉亚娜 想为我做些事情 赶上我的生活 这些东西我拒绝过 但是人家生气了 能把这位不同寻常的女性给惹怒 女儿富朗苏瓦斯 甭提又多气了 他就觉得啊 是巴尼耶趁着他母亲 经历状态不好 就在进行了操纵 而且这个人还诋毁他的父亲 在法庭上呢 富朗苏瓦斯就说啊 这个巴尼耶 就是处心拒绿想破坏他们家庭 经常挑拨他们母女的关系 甚至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就敢当面说老头的坏话 而且他们管家也出来作证了 就说啊 巴尼耶用讽刺语气的 对安德烈先生说话 咄咄逼人 先生很尴尬 但是莉莉安娜就啥也不说 只有富朗苏瓦斯小姐 试图干预啊 好好一顿午饭就这么毁掉了 除此之外 巴尼耶还费尽心思 占据莉莉安娜的时间啊 当时富朗苏瓦斯 就跟他妈住了隔一条街 但是母女啊 见面很难 2007年安德烈去世三天之后 家里的女佣 就赶紧给富朗苏瓦斯报信啊 说啊 她在洗手间无意间听到 这个巴尼耶呢 想让莉莉安娜收养她 当她的养子 还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啊 妈呀 你都六十了 你还想当唯一的继承人 你是真敢想啊 听到这事之后呢 富朗苏瓦斯一气之下 就把巴尼耶告上了法庭 不光要求鉴定 她母亲的精神状态 还剥夺了她在欧莉亚的管理权啊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母女两个人公开反目啊 长达十多年的大戏开始了 这期间啊 双方你来我往 富朗苏瓦斯啊 更是放出了管家录下来的 长达21个小时的私人录音 从团号里面呢 能听出来啊 这个莉亚娜呢 是有点神志不清了 还抱怨过巴尼耶的索取无度 后来经过鉴定啊 法院也认定 莉亚娜有中度的老年痴呆 特别要说的是啊 录音中还夹杂了 法国政坛的大量丑闻 什么有人逃税了 有人受贿了 啥啥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影响特别广当时 一直到2019年啊 在无数次开庭之后 这桩丑闻啊 终于落下了帷幕 富朗苏瓦斯呢 正式接管了欧莱亚 巴尼耶呢 则因为利用他人弱点进行诈骗 被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 后来又改成了四年缓刑 至于他收到的那些礼物呢 并没有要求还回去 不过啊 不管官司咋样 也和当事人啊 富朗苏瓦斯的母亲 莉莉亚娜没有关系了 因为2017年的时候 她就在家中去世了 幸运的是啊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呢 母女鸟的关系呢 有所缓和 公开宣称和解 还把巴尼耶 从遗嘱里边给踢了出去 不管咋说 能守住这一大片江山 也是最好的结局了 不过啊 这张家庭丑闻呢 也会彻底的记录在历史之中 也是一声叹息